严清彪花九案最高法院驳回抗告 星期七年确定 预计下周会发出传票春节前入监 而相对于同案被告 前台中市议长张清棠呢 已经入监服刑一个月 因此外界现在也之一 严清彪有意拖到儿子立委补选之后再入监 前立委严清彪花九案遭判刑七年 提出抗告遭到驳回 预计在农历春节前就会接到通知入监服刑 有可能要在监牢里过年 如果接着团票 我们我绝对不会回避 坦然面对 第一时间出面表示坦然接受 毕竟对照当时 同样因为花九案被判刑的张清棠 人都已经入监服刑了 严清彪却仍未接到通知 对手质疑是否就是在争取时间 替儿子严宽恒助选 我是当事人 他会比我更清楚吗 我被关两次 他有替我去关一天吗 他在叫叫什么 对不对 2008年的时候 严清彪因为教唆 顶替和枪械罪遭到判刑 入监 2012年花九案判刑定验 已规定合并定执行刑 七年 但严清彪认为行度太高 抗告 这回确定遭到驳回 扣除已经执行完毕的三年九个月刑期 未来还需要再入监服刑 三年三个月 若是表现良好 服刑满三分之一 最快一年一个月就可以申请假释 不排除委员律师提出重合假释规定 扣除服刑刑期 抗告不回 预计服刑日期通知会在下星期 也就是26号立委补选前收到 但何时入监 严清彪表示一切尊重是法 中天新闻六月公益德台中报道